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年在战争中长大 我说过 我父母在我六岁的时候 我两个弟弟丢了我的父母带我去跳河自杀 然后我从战争中间一路看到 这个所谓的生离死别 看太多 我的同年好惨 就是只能用凄惨 惨烈这种句子来形容 好 等到抗战胜利了 又碰到国共战争 所以我又在逃 到了台湾 我十一岁 家徒四壁 1949以后 家徒四壁 所以这个 所以是我就在那么小的年龄里面 然后我很早我就认识了一样东西叫文字 所以我到了十四岁的时候 我父亲才发现我居然已经到处投稿了 你十四岁就开始投稿了 我十六岁写第一篇所谓的恋爱小说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恋爱 但是我就去解了 居然也被发表 所以我很早就开始写小说 所以我说我给黄甘写小说 不是说是1963年开始的 是在前面两年就开始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认为人必须自主 我在家里是最不被看好的一个孩子 我有四个兄弟姐妹 个个比我强 我很弱 但是我的兄弟姐妹都个个优秀 非常优秀 你想我两个弟弟 要考托福就考托福 就轻松而过 那时候托福多难搞 就轻松而过 那同样他们跟我一样没有童年 可是他们就可以把功课弄得很好 我就弄不好 我每次都是数学考二十分 回来被我爸爸打 我爸爸那时候还是用体罚的 拿一个尺打我 然后每次都是我挨打 然后他们都能过关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自强 要自主 要然 这个社会是很残忍的 所以如果我们看邱阿姨的小说 不管从《烟雨萌萌》 《庭院生生》到《一脸幽默》 你会发现里面的女主角 其实她们对于自己自立自强的那个 那个倔强的个性是非常鲜明的 对对对 其实我的女主角都是很有个性 都不是柔弱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把它看成柔弱 我发明过一个名词 叫《矛盾综合体》 其实这句话是讲我自己的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 我有很脆弱的一面 但是我有很坚强的一面 所以你才能够走过这两三年 才能走过这么多的风风雨雨 可以说我一生 我认为我是来受苦的 不是来降服的 所以杰强阿姨如果这样子的话 也已经回答我下面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你所有的作品 从小说到电影电视 其实她的情节是男女的情爱一定有 但这个里面其实交代了很多 都不是男女 不只是男女的情爱 是人性的那个部分 对对对 我有的时候会很难过 难过在哪里 就是说大家看我的小说 只接受情节 不接受我的思想 没有看进去 我提出了 我在对白里或者什么东西 我交代了很多我的思想 很多控诉 很多控诉 但是大家对这方面都没看到 他们就看 被我的情节吸引 就只看那个情节 看完了情节之后 我到底要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没有接受到 这个一直是我觉得 蛮遗憾的一件事情 可是每个里面都有 有一部分的圈王阿姨吧 你说你是刚柔病激 在刚的这个部分 我这次看天下文化的雪花飘落之前 我觉得原来你写电视剧是完全是个意外 就是你去救 你去救第一集 我去救我的老公 就是救披心头 而且救之前 我已经跟他发誓 我们两个人吵了一架 我不许他做的 我说这个是 这跟做电影差不多 我说比电影更累 我说我电影都不做了 你现在要去做电视剧 他有打起刷绝对不烦你 他就发誓绝对不烦我 而且真的是吵了架 而且他还说以前没办法 因为要拍你的戏啊 所以都要听你的 现在我可以不听你的 我不拍你的小说可不可以啊 我说那当然可以了 所以吵了一架之后 我是说绝对不要弄到我这里来 这个第一集 播完了 我就把我拖下海了 所以那个时候完全是个意外 我帮他救火的那个时候 我跟你讲真话 我是一面写一面哭的 我常常一面写一面哭 因为我觉得很委屈 我觉得我没有自由 我觉得我这么样子跟你说过 我不要卷入你这个事业里 而且这个也是你跟你朋友 主的公司跟我没关系 那你的朋友怎么不来帮忙 他朋友就说平大哥 我对这个一点都不熟悉 交给你了 我出国了 就到美国去了 而且我觉得电视剧的开端更神奇 因为第一集还不是你写的 不是我写的 但是因为第一集就看得出完蛋了 所以平心涛先生就 就拜托你赶快后面接过去写 然后你还把它写成收视率第一 包括那个我的导演嘛 刘丽丽丽 刘丽丽丽 刘丽丽先打电话给我 说说我来给你下跪 如果你今天不 你如果今天不接手的话 他说我只有一个办法 我过来给你下跪 但我下跪如果没有用的话 那只有平线给你下跪 他说你是选择我来给你下跪 还是平线来给你下跪 我说你们都不要跟我下跪 我不会卷入的 我说我就是不管 结果后来心涛回来了 我一看他那个满脸 愁容满面 然后把他跑过来就是把我抱住 什么话都没说就把我抱住 这一抱我就完了 我就下来 我就说搞纸拿来赶快开始 我说不开始 你明天就要拍 后天就要上怎么办 可怕 就这样救回来 就这样救 救到第一名 本来是最后一名 就是平心涛拍了一个最后一名的电视剧 最后一名的电视剧 后来到中途 他就已经到了 他就到了第一名 所以他们从事开香槟嘛 要我去 还要接我去喝香槟 你不想喝 不是不想喝 是我没时间喝 因为他一面 后面还要写啊 后面哪 我还要写下面的 你们喝香槟吧 我哪有时间喝香槟 你马上就要继续拍 你明天还要上啊 因为我是这样救火的 也一场一场戏写了 后来因为这个戏 我也写出兴趣来了 所以后来变成了我们 我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非常重要而且灿烂的一环 因为后来到对岸 在大家都还没有 那么到对岸去做电视剧之前 您可以跟湖南卫视合资这么久 然后在大陆造型 这实在是非常不容易 不容易 刚刚到大陆拍戏的时候 多艰苦啊 我跟他们全体在一起 我说我们今天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 我们没有办法吃很好 没有办法住很好的旅馆 我们都住得很破的那个宾馆 我说是 但是我跟你们一起吃苦 今天我那时候多怕 一个演员跑掉的话 我就不能拍戏了 我是在大陆拍 他们如果撑不下去 他们回国了 你怎么办 所以我跟他们每个人说 我说我跟你们共甘苦 一直追我那时候 那时候去拍六个梦 我一直从头定到位 所以回顾这一切 很难去切分说熊阿姨 你觉得一支笔去写故事 替大家造梦 或者是跟平先生 在片商的各种压力下面 在院线上的各种压力下面 做了这么这么多国片 还是到中国大陆去做一个 台湾电视剧开拓者角色 究竟哪一个让你觉得比较快乐 其实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 在你这一生当中 在我这一生当中的工作里面 都是有快乐 但是有 都是痛苦大于快乐 可以这么讲 因为我在那里写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好像在做苦工 而且我必须要 让我的戏精彩 我的戏如果不精彩 我抓不到观众 所以我有观众的压力 我有收视率的压力 你有没有成就平先生事业的无形的压力 就是因为我们说老实话 皇冠是因为后来有了穷瑶的连载 跟你跟平先生相辅相成 他才从一个出版社变成一个王国 你有没有成就他人生事业的无形的压力 因为你爱他所以你一定希望他非常成功 后面我没有压力 因为我都是给予的那一方 因为我们后来好比说拍电影 拍了电影我们是对分的 他跟我是穿着partner 他就是拿一半的银语 到了那么老 大家可以从他的信里面 他的文字里面 看出他对我的肯定 就是他对我的感激 他常常说没有你 当他自己写了一本书叫《逆流而上》 他就说嘛 他说没有穷瑶就没有今日的皇冠 但是没有皇冠 今日的皇冠依旧有穷瑶 他的意思是说 我是不可能被埋没的一个人 舅阿姨你会封闭吗 不会吧 我说的只要我活着 只要雪花还没有落地之前 我都是活花 所以我下面一本书已经开始了 是跟我的那个孙女儿合作了一本溃本 他那个孙女儿他的笔名叫《猫疯子》 我们 很会画吗 他很会画吗 然后呢我们合作了一本溃本 这个溃本现在已经开始了 我们正在一起工作中 虽然大家知道穷瑶 但大家也知道平行桃 好像我跟他两个是密不可分 我很崇拜他 我觉得他是个那么坚强的人 从困苦中奋斗 持守空拳打殿下 然后他因为遇到了我 所以他常常在说 你改变了我整个秘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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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